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就增强了对感染的防御能力 在健康妇女 外阴阴道内虽有某些病原体的存在 但它并不引起外阴阴道生殖系统的炎症 再一个外阴皮肤呢 是磷状上皮 它抵御感染的能力非常强 而两侧的大阴唇呢 它自然是一个自然合拢的状态 正好可以遮盖阴道口 和尿道口 因此呢 它可以很好地防止外界微生物的污染 再一个呢 就是由于盆底界的作用 阴道口也是闭合的 阴道前后壁是贴紧的 它又可以减少外界微生物的侵入 而阴道分泌物中的黏蛋白呢 可以形成网状的非特异性的物理屏障 可以防止微生物 其损阴道上皮细胞 再一个阴道粘膜呢 有一定的防御 免疫作用 因此 在生理状况下 磁激素使阴道上皮增生变后 并富含糖原 增加对病原体的抵抗力 阴道的乳感菌 可使糖原分减为乳酸 维持阴道的正常的酸性环境 移致其他病原菌的生长 也称为阴道的自净作用 而子宫镜呢 它的子宫镜内口是闭合的 宫镜管的黏膜呢 它可以分泌粘液性的高柱状上皮所覆盖 它可以分泌大量的粘液 形成胶洞状的粘液栓 而这种粘液栓呢 又为上之道感染的机械屏障 因此呢 阴道有很好的防御和自净作用 但是如果我们频繁的去冲洗阴道的话 会导致阴道酸碱度的平 酸碱的平衡 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在冲洗的过程中 因为你的冲洗方法的不当 或者冲洗物本身会有污染的话 也会造成一个严正的发生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阴道的这种屏障和自净作用 不要去长期的去进行冲洗 不管你是用药物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冲洗液也好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保护阴道的菌群 减少阴道炎的发生 感谢观看